現在我們要教的內容叫做酸鹼中和跟滴定 滴定是一個實驗 我們會做這個實驗 這個叫酸鹼中和 酸鹼中和就是酸加鹼 酸跟鹼碰在一起的反應叫做中和反應 所以酸加鹼叫做酸鹼中和 酸鹼中和通識中文跟英文都要知道 中文叫做酸加鹼產生鹼加水 我們後面會教鹼 英文通識叫做H正加OH負生成H2O 正好跟水的解離怎麼樣 相反 OK 水解相反 所以酸有氫離子 鹼有氫氧跟水 氫離子加氫氧跟產生水 這叫做中文跟英文的通識 請你都要記住 請你都要記住 酸鹼中和 酸加鹼產生鹼加水 H正加OH負生成H2O 這是中文跟英文的通識 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這個考試的時候常常有人會問 不過應該很簡單 我跟你說過 國中學的化學變化 大部分都 放熱 你背吸熱就可以了 沒背過的就是放熱 然後這裡面沒有電子轉移 所以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等到三年級的時候我們會用電子轉移來講 什麼叫氧化 什麼叫還原 這裡沒有電子轉移 所以 酸鹼中和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酸鹼中和 酸鹼中和 酸鹼中和的時候 酸鹼中和的時候的條件 是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的末數 所以考試可以問一種計算 現在有兩代氧氧的鹼酸 300毫升 請問你要跟它剛好中和 需要一代氧氧化那多少毫升 計算方法就是 酸能夠提供的氫離子末數 等於氧能夠提供的氫氧跟離子末數 重點 是氫離子末數 等於氫氧跟離子末數 不是酸的末數等於氧的末數 也就是 你要注意 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氧有幾個氫氧跟 一個鹽酸只有一個氫離子 可是一個硫酸會有 兩個氫離子 那麼我們要算的是 氫離子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末數 考卷上給的條件 通常是 酸有幾大M 有多少毫升 你算出來的是 酸有幾末 我不是要算酸有幾末 我要算的是氫離子有幾末 所以你要注意 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會有幾個氫氧跟 酸鹼剛剛好中和的時候 容易 不一定是中性的 好 通常是強酸加弱鹼會呈酸性 強鹼加弱酸會呈 鹼性 胖降 這些 國中都不管 我們國中教你的 都是強酸加上強鹼 那麼 算就是中性 算就是中性 OK 就這樣子 好 這先用實力 酸魚跟草木灰 胃酸跟胃藥 有人類之前 自然記得雨水就是酸酸的 因為融解了空氣中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融於水會酸酸的 融解了啥玩意兒 啊 融解了什麼東西啊 好 這邊現在要找的是帥哥男29號 29 融解起立呀 融解了什麼 5 4 3 2 1 再見 融解 二氧化 你還記得 二氧化融水形成什麼嗎 二氧化融水形成什麼 碳酸 所以酸性 那我們這不是我們教的酸魚 我們教的酸魚是因為人類造成的 人類工業革命之後廢棄含有一種 含有一種 一種流氧化物 我們教過的流氧化物 哪一個 我們教過的是誰 史詩啊 我們教過誰啊 我們教過哪一個流氧化物 流氧化物 有臭雞蛋味道那個 亞流氧溶解或叫亞流酸 他之前是誰啊 蛤 誰融於水變成亞流酸啊 二氧化瘤請坐 二氧化瘤請坐 二氧化瘤 融於水變成亞流酸 然後水酸 這還是我們說的酸魚 PH值要小於5 PH要小於5 酸魚 酸魚呢會侵蝕大理石 因為大理石碳酸蓋 有對方 酸魚會使PH值變大變小 還是怎麼樣 越酸PH值越怎樣 越小 酸魚